主席还有各位先进 大家早安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代表我们整个研究团队 我们这个研究团队有包含台大、中大、交大、国防大学以及我目前大约联大 所有土木工程学系的一个团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 这团体其实我们是 最主要是把我们所谓 过去6年有做整合型计划 把它集结在一起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研波破坏特性跟稳定分析 那一般我们都 会去想一下 稳定分析不就是FS吗 那其实不定 那因为我们在 野外的时候真实看到一个研波现象跟设计的时候有时候FS很难代表一个研波 到底是不是一个临界状态 所以我们把很多的一个技术跟研究把它集结在这里面今天跟各位做这个简要介绍 好 那这个我们简报大纲里面 其实我们今天最主要重点 会跟各位介绍一个研波基本形态 就是我们把真实的现场调查 移到里面 做这个物理模型 让各位看到基本的研波破坏形态 接下来我们会做稳定分析 那再来最后做一个浅识分析 让浅识代表 FS 让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视觉化效果 OK 那大致上我们这个研波基本形态来讲 从过去的一些文献跟我们看到基本形态 绝大多数不外乎像这种顺向坡的平面型破坏 这是大家最常看到 而且规模最大 那再来 这个是大家 一般来讲 比较少见 在山区公布才会看到有关 倾倒跟倾翻的破坏 但是我们在台湾山区公布 绝大多数看到这种 翻倒破坏都是 小规模的弱势 比较小 那再来 这个也是比较少见 这是所谓的楔形破坏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 很多的大规模崩塌 可能都会跟 这个楔形破坏有关 那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大规模崩塌里面 比较常见的这种 复合型灾害 那这个是基本的研波破坏形态 但是如果说我们从 真正的这个案例来讲 包含像我们过去 呆破的 做过这个小林村的case 甚至像草岭 国道3号 还有近期的这个 屋来装置崩塌 这些大规模崩塌 其实它都有很多 不一样机制存在 可能很难用单一个 延坡机制来形容 那再来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延坡 破坏机制 其实我们都是事后诸葛 看到之后我们用想象 很难去思考说 像这样的一个 破坏 它的过程是什么 重要关键的控制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 最主要我们这个整个 整合型计划就是 我们分不同的机制 接下来把基本形态弄清楚 之后把这样的过程 移到这样的一个 复合型的 划断里面 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好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 整个大型的团队里面 其实我们就把多元的尺度 比如说我们从小的尺度 五万分之一开始 把我们现在地质图地形图都 两万五千分之一 进化到目前的 UAV跟LIDAR 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 多元尺度放进来 那最后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从地表崩坏 浅势 风险 以及 边坡的稳定性跟影响范围 到最后的监测预警 以及整治技术 我们甚至希望可以跟工法做结合 就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图表 那可以让使用者 甚至 相关的这个专业技术 看到这图表之后 可以跟现场做一些连结 把这样基础把它做好 好 那我们的研究方法里面 绝大多数就是这四种 其中第一个 我们先从现地 把刚刚看到的这个 盐坡基本机制 跟复杂这种 大型的梦塔行为 把它简化 简化到室内之后 我们要先训练自己说 像这样的一个平面形 还有翻倒 还有像这种线形破坏 它的基础模式是什么 接着从基础模式把它归纳出 相关的这个定性的极致 但是像这样的物理模型 实验它是缩小尺度 这种尺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势必要找出 真正符合现地的行为 所以我们先用数值模拟 因为数值模拟我们都做过 这个做出来的参数 我们可以去调整 那这样的参数调整里面 其实做出来的跟现场基本行为 就不一定会一样 所以我们先用数值模拟跟物理模型 实验这种小尺度实验 看到 类似的这个行为 做比对 这比较简单 接下来就把数值模拟放到 全尺度的这个限定 根据那个UAV 或者我们LIDAR测量的结果 再把限定全尺度模拟把它做好 那当然现场做出来模拟 我们要比对 所以我们也有团队做这个现场监测 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我介绍这三个部分 那最后我们是希望说对这个沿坡工程 包含道路 还有山区 等等 浅室的评估跟工程的建议可以做一些帮助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 遇到这种沿坡 尤其像大规模崩塌 这种深层 达数十米的这种 破坏行为 基本上都会牵涉到沿体 那这种沿体就是ROCKMAS 那ROCKMAS基本上有两者 材料组合 一个是INTELROCK 就是我们完整岩石 跟这个Discontinuity 就是我们的弱面 组合在一起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在过去的稳定分析模式里面 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会包含在里面 因为太复杂 它力学行为就有好几种 甚至要偶合 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把这样的行为 简化成物理模型 那这个物理模型 就是考量到台湾的地体作用 还有岩块的形状 大小等等 我们先用这种 我们先请厂商做出这种 三角柱状岩块研磨死 把它黏在一起 中间有冷胶 所以冷胶遇到水遇到热 它会弱化 就跟限定原体 简易强度丧失 慢慢破坏行为 蛮像的 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的材料 去做实验 那这实验里面 其实我们有包含到 地震跟降雨 那我这边的子计划 最主要是降雨 所以这边我就今天 大概跟各位介绍 这个部分 那地震这边 我们是另外国防大学那边 里面的教授 我在做 那这个案例里面首先我们先看到 顺香坡这个模型 顺香坡模型里面 一般顺香坡 这个是9分23的案例 一般来讲顺香坡有三种 A类型是波子见光 它直接daylight 所以它会很容易滑动 这是我们一般人想象 那台湾有很多案例 都是波子没有见光 但是它会破坏 那怎么破坏 这个力学模式基本上就是 它直接由上面的主动的压力 跟下面被动的抵抗力 中间就会产生这种buckling的这种 挫区的破坏 接着剪断之后破坏 所以这个 我们是台湾常见 但是很少在探讨案例 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一种 那西类型是比较安全 就沿尘傾角比 地形坡度来的大 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的物理模型 实验 研磨石 整个组好之后 货面 我们给的冷胶 很少 所以雨降到里面 我这边上面有一个降雨模拟器 降到里面会入胜 接着它会慢慢产生 滑动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三角柱状园块做的这种物理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整个 我们做出来的动态图 这个时间 那这里做出来我们就直接把琴角先做改变 像这个是30度 45度 60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从中间底部这边 错区破坏到剪断的行为 那坡度越小的时候 跟弱面 这个琴角越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底部变形区很少 很小 再来减断的范围跟破坏深度相对来讲 就比较浅 那再来我们把角度提高 可以看到这个错区破坏位置 开始变大 甚至慢慢往上移 那这个就是它减断的角度 这个是它整个 怀移的过程 那这边是60度 那60度 这个范围又更大一点 而且破坏更严重 再来深度会增加 也就是说 这边暗域的一个特性 就是 这样的一个顺相波来讲 如果我们今天比它的琴角 基本上琴角越陡 它 它底部没有daylight 但是我们看到的行为里面 它的错区 变形 相对来讲 比较严重 而且破坏时间来讲 从你这个实验破坏时间来讲 这个琴角越陡 越容易 发生这样的一个 破坏行为 这是从这个定性的这个方式来看 那接着 现场眼底 这个discontinuity 这个间距 spacing它会不一样 所以当间距不一样的话 像我们看到这个间距 如果比较密 一般来讲 像这种顺相波 就比较偏向板岩顺相波 那个弱面 非常的薄 那这一种就有点像 变直撒影 或撒影的这个 顺相波 相对来讲 比较厚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行为会比较不一样 那像这一种 比较 间距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破坏深度会比较深 所以我们看到 一般来讲 像板岩 它表面会变形很大 但是没有全部滑走 其实里面有很深的这一种 这一种破坏的一个深度存在 像我们卢山 就是一个案例 比较高抖的顺相波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变直撒影 或是撒影块组成的这一种顺相波 它就比较浅 但是它会破坏出两个 滑动面 再来是我们的逆相波 那再来是我们的逆相波 其实我们刚刚顺相波 有做很多案例 只是说今天时间关系 先提出两个 跟各位 稍微做一些分享 那逆相波来讲 绝大多数都是 会产生比较容易 高浅色坡 都是直部这边有悬空 所以今天我也是拿悬空的案例 跟各位做介绍 这就是逆相波的物理模型 那这个物理模型 我们甚至进化到 地下水可以让它上升 所以有造起来 前面顺相波比较没有 好 那这边 因为我做的是降雨 就开始去想 降雨如果我们改变不同的雨型 来看看 降雨的大小不一样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 这蛮有趣的 所以在这里首先 第一个就平均形 就是让它食欲量 大概150mm 一直下 可以看到基本上它破坏 都是从 子部这边 悬空的地方 先产生银块的掉落 坠落后面开始产生 比较大规模的倾翻 那这如果说是前峰形的 我们可以看到 跟它的行为就不一样 前峰形就是前面 我让它降到两三把 后面大概降50 左右的这个形态 所以前面雨量比较大的状况下 它就会像一个一个block 慢慢掉下来 这个就比较偏向一般 我们看到那种 大规模的落石行为 分次掉落 那这种中峰形就是 中间雨量比较大 前面跟后面比较小 可以看到 前面雨量下下来之后 这个冷胶基本上已经弱化很多了 开始就开始 开始变成倾翻的这种变形 加整个整体一次倾倒 那这个是后峰形 就前面雨泡得很软 接下来后面雨一来的时候 就产生很大的这种 大规模的这种倾翻 那时间也可以做一些比较 这个都是从物理模型定性看到 那这个是 我们把它落面的间距 也把它做改变 落面间距做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种就有点像 比较薄的这种 弱面的形态 像我们板延 那在学理上来讲 这种有点 我们把它叫做 flatural toppling 就是比较偏向老区的这种 烦恼破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在倾翻之前 底部会有一些 像落石的倾翻破坏 那接着上部就会开始产生 像弧形的滑动面 接着整体的往下 崩潰 这跟我们在梨山 或是在所谓的 一些 高角度这种 逆向坡 我们可以看到的案例蛮像的 那接着如果我们把间距放大 就会看到 它像block 一个一个 掉下来 这种在学理上把它叫做block toppling 所以会有两种 在这里面 就可以看到 从 弱面的间距 就有这样的差异 好 第三种 是我们一般 很少在探讨 这种叫做 所谓斜胶坡 构成这种 楔形破坏 那楔形破坏 以前我们都觉得 它就一个block 直接下来 学理上也觉得 它是一个 三角楔形形块 但是 它的地质构造是什么 后来我们有发现 绝大多处的现地案例 产生这种楔形形坡的 都是跟 楔胶坡 比较有关系 包含今天 我会稍微介绍 我们台七甲 这边 有看到 35K 有看到一些 滑动 这个都是 这种 楔胶坡的 楔形破坏 所以这个模型基本上更难 这个我们做了大概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把它建构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台二线南亚里 在东北角海岸看到这种楔形破坏 当时这个民国79年80几年以后发生这种大规模 直接下面有好多人都上升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模型把它建构上来 那这样模型一样就是用斜胶的方式 主要 延程的这个Intel Rock 我们用冷胶 是8mm3次方 那再来 层面弱面尖双2mm 就是它弱化4倍 去做这个探讨 那这个是我们改变参数 那其实斜胶坡 我们都会 去想斜胶坡要注意什么 工程上要注意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 根据前任的文献 像这个是Conser里面 这个文献里面 2000年提到 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 这个延程的前角 就I这个值 再来有两个Omega要值得注意 就是它所谓的两个面 胶面的这个角度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面角 所以面角跟琴角是我们要关心的 所以我们就依此做出这种物理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漆线 32.5K的一个 大型的崩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UAV 这黄尾卡在现场拍摄到 我们看到基本上 岩层是往它的左按 倾斜 那在这边有一个天然弱面 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 蟹形的这个形态 那这个就是我们仿照它 去把这样的蟹形形态把它做出来 那这边是完全 我们不分弱面 这边有弱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当时现场施工人员拍到 那现场施工人员拍到 是坡纸这边先产生崩塌 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 纸布是透空的 接着 右上角 待会可以看到它的崩塌 右上角这边会产生 先从 底部这边产生一些崩塌 接后面就会很大规模的整个下 所以从这个 我们跟现地比对就可以看到它特性 蛮接近的 那这个是完全不分层面 所以当雨下下来的时候 它虽然一样从这个地方先破坏 但是它会渐进式的慢慢往上 可以看到这种张裂缝的发展 大致跟这个物理模型 就是会比较类似 我们从航照上也可以看到蛮多这种现象 那今天我们去 比较这种面角 如果把面角 这个是比较小角度的 50度的 跟这种150度的慢慢去比较 就可以发现 当面角很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学历学有 所谓SIMA-1跟SIMA-3 SIMA-3就是我们所谓微压部分 SIMA-1最主要就是这个盐体的致重要往下滑的力量 那当这个微压比较大的时候 基本上这整个块体很难直接滑动 它渐进式的直接雨降下来 会在这个盐块的弱面之间 在discontinuity先产生这个弱面的这个解力强度的丧失跟破坏 所以会分次的这种滑动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面角打开 就会看到它整体很容易整块的下来 就不会分次掉下 所以这个在我们工程上来讲 都可以知道说 当我们发现这种斜胶波 它的一个面角 很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注意 整个块体滑移这种大规模行为 那如果是面角比较小 就要注意到这里面 这单一元块跟discontinuity强度的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给定性的这种特性 那这是把这个Omega 做改变 只用90度 那接下来我们把琴角改变 可以发现当琴角越大 这种行为跟一般我们琴角比较小 琴角比较小几乎都是滑动 甚至没办法滑出去 那这个琴角比较大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 整个翻倒或是落实的现象 它就有点像复合型的这种toppeling 或是rock fold这种行为 那这个是把这个面角变小 去看 那我们一样可以看到 它一样像这个角度是到70度 这个是大概40度左右 两个比较就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分次 但是它规模会是比较大 相对来讲两个就不一样 那现场的这种 Wedge value 这种 屑形 基本上 它这个面角 它不一定会对称 现实的 这个状况 很不一样 所以当我们把它面角改变 一边是10度 这边的右按是10度 左按是45度 我们可以看到两边都25度的时候去做比较 两边25度它都沿着这个弱面 一层一层的往下剥落 那如果说今天是 直接它是左按这边 它比较滑 这时候反而它会沿着左按这边产生 有点像平面形滑动 这种复合型的这种运动现象 接着右按才发生这种toppeling 所以两个行为又不太一样 这整支工法就不一样 好 那刚刚讲的基本形态 其实我们讲这物理模型都单一个 单元 这单元我们把它叫做 斜坡 叫延坡单元 那过去这种 如果我们要跟工程做借接 要跟管理做借接 势必要让这些延坡有一个编号 那在编号以前我们把它叫协波单元 因为它管理比较方便 我们可以知道说 编号这个001的这个协波单元 是哪一个单位要负责 哪个单位要去诊事 哪个单位要去做管理 所以在管理上比较方便 再来分析有它的优势 因为我们整个做整个集水区的 这个分析的时候 很复杂 没办法做解释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单一延坡现象 把它分出来的时候 分析很简单 再来我们要做整体解释的时候 它可以整个整合起来 所以它有这三个管理分析整合的优势 那当然延坡跟地形 基本上会有一点关系 但它不是完全相关 所以我们这边 整个研究团队就自创了所谓的延坡单元 我们除了地形之外 我们把地质也加进来 再来我们用现场比较大 这种比较大尺度的这种UAV 跟现场调查把它整合进来 把弱面 破坏历史 还有所谓延坡破坏形态 把它做分类 像这个是蓝牙里 我们整个调查区范围 这个区范围里面就把它分成16个延坡单元 就根据这上面这种机制等等 把它分成所谓延坡均匀单元 来做分别的分析 那这分析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做稳定分析 像这一个 NR这个是我们蓝牙里 它的一个代号001 这个延坡单元我们直接就取一个剖面 直接先做这样的一个延坡分析 分析上我们采用slide 这样的一个分析软体 因为它可以考量到延底 所以我们现场可以用 大尺度的调查 把GSI 把这个参数纳进来 那进来之后 我们除了把参数把它做好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现场可以看到 用肉眼看到的裂缝 甚至我们用空拍机拍到裂缝 可以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所以可以做分析 所以分析上我们可以改变 像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地下水的状况 但是我们有加裂缝 这时候直接做整体的稳定分析 那这个是逆向坡的一个形态 那再来 这边是加地下水 这边是地下水完全满胃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渗透器我们在现场做实验 把它加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知道多少的雨量 造成地下水会上升 跟边坡的不稳定 那接着这种边坡稳定分析 我们就跟实验做一个整合 那整合之后我们是希望说 在工程上 如果说我们要做决策的管理 这时候在规划上 我们需要有浅势 甚至风险这个东西来做协助 所以我们这边初步把这样所有的稳定分析 跟研波单元做整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 初步归纳三种所谓的高浅式的这种 判断规则 这包含整个研波单元 平均 FS小1 所以我们一个研波单元里面 我们会切3到5个剖面 把它从3D化去考量 看看有多少的网格单元 平均大概会多少 那再来 全面崩坏就是 几乎大于50%以上 FS小1 不管它分布在哪里 那再来最后一个 我们都知道坡值 如果让它悬空 就是说研波很 很不安全 所以下半部 只要超过30% FS小1 我们把它当作高浅式 接着我们把同样规则 放到中跟低里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FS 降成 升高成1.5跟2.0 来当作中跟 高低的这个浅式的分析 那这个是我们从 研波的这个稳定分析上来看 接着另外一个我们可塑化的稳定分析 是从我们刚刚物理模型实验 得到结果 如果现场有泄型破坏的 50%以上有 I角就是钢琴角大于40度 面角大于45度就比较开放的 比较容易产生大规模滑动 这个我们就把它列成高浅式 所以它必须要符合这样的条件 那中就是30% 那坡值要透空 那再来 第一就是坡值没有透空 但是它的规则上是我们从物理实验这个定性看到 比较安全的部分 接着我们可以跟渗透系数还有跟雨量做结合 所以我们这边会找到一个模式 就在完全没有雨的时候 整体是安全的 现在由雨慢慢增加 我们会从 低绿色的到中 黄色的 以及到全红色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不同雨量 整体的这个研波单元 它做出来的效果 那这个不是统计法 基本上有力学的观念在里面 那未来像这样的一个东西里面 我们是希望说 这种物理模型实验 跟先例要做结合 就是我们会找到适合的模拟软体 像这个我们目前用的模拟软体 整个团队 都用所谓的3DEC 那以前我们都发展 PFC 现在用这个3DEC基本上 它研块 可以不规则 再来可以加水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刚刚我们模拟实验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地下水加进来 这是水压 所以可以看到底部是 比较高的水压 这上面水压会慢慢降低 水让它淹到这里 可以看到它行为就比较不一样 它肚子跟坡子这边就会开始拱起来 破坏行为会不同 我们可以加进来 那再来这个水压 其实我们可以在上面放水头 直接让水降下 就像降雨一样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Pow Water Pressure这边是Jone 就弱面的 里面的这个裂隙水 所以水进去的时候 水压会慢慢的 水会渗透进来 慢慢的跑到前端底部去 所以水压分布会跟刚刚进太水压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未来要慢慢精进的部分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降雨 我们团队像这个是中正理工里面有 这种比较中规模的这种震动塔 我们也做了这种地震的模拟 像这个是逆向坡的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地震频率下 不同地震岩石 可以看到不同这种岩块的这种 破坏形态 这是我们做的其他实验 那再来我们把尺度缩小 像一般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重力就假设9.81 这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规模尺度 如果今天缩小 这个重力尺度要增加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中大 刚好我们有一个 黄文昭老师的团队 他在做这个离星机 我们就把我们的模型放到这里面去飞 把重力增加 去看他的行为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做的一个行为 的实验 目前里面他可以降 地震这个我们还在 努力 像这种实验基本上都蛮不容易的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做了这种Udeck去做模拟吧 他的重力从1G 就9.81慢慢增加到40G 直接去做这样的模拟的这个部分 当然这样的数值模拟 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要把它加到我们的现场的这个 全尺度模型 那这个是我们的 林明朗老师团队目前在负责 像这个是蓝牙里 我现场也有装了一些雨量剂做监测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案例 蓝牙里的案例就是用Udeck 这个是Udeck直接做这样的 3deck 直接做模拟 就是从平面就是3D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样的形态 那最近我们这个团队也开始 把刚刚我们看到 台七线 32.5K就北恒这个案例 把用弱面的调查方法 做这样的一个模拟 那这模拟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做细字化模拟 那前面我们是用物理模型 你看它的定性的这种行为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是先从波子这边破坏 破坏完之后慢慢往上 那因为它的 岩层落面是往 左按倾斜的关系 所以这个右 我们现在看到右上角 左按这边会有比较多的岩石 那个岩块直接滑落 好 那今天我们最后啊 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实验跟模拟 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工程实物的思维 可以进阶到工坊 把尺度再把它整个 再把它放大 好像这样尺度在放大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它做一个结果 那未来我们是希望说像工程师 一般实物工程师 或是 所谓的 我们一般后面的相关研究 可以利用这样的图 去找到相关的极致 这个是我们前6年 所做研究的归纳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把岩坡分三种 顺 逆 斜交 接下来我们这边有编号 就是有包含 变质液的液理 肉面 跟沉积液的成理 很简单把它做分类 所以如果是顺向坡 是处于成理的 就B D B 做这个编号 再来有没有坡纸 有没有透空 那再连结到这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三种 顺向坡的形式 那这个都是我们从 实验跟限定 还有模拟得到这种 机制归纳结果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连结到最后 这边 考量到工程地质参数 这种比较中尺度的这种机制 所以现场工程师 再也不会说 我看到顺向坡就是说 顺向坡破坏 那怎么破坏 什么机制 怎么分类 不知道 我们这边就是把它做 从基础 慢慢把它做归纳 所以像这边 我们顺向坡 D B D 是见光的 再来 它是属于这样的 风机层发动 它就是所谓 D B D E A 就是这个类型 所以选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 现场 它可能像工程地质的这个强度指数 GSI 还有可能的风险对应到多少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三年要努力的 把这样的图做好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地质尺度 所以我们从中慢慢要变成很高的这种精度 那这种高精度就是我们要把工法加进来 所以前面我们考量到是到一千分之一 那后面我们是希望到500 到治理的这个技术里面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对应到相关的工法连结进去 所以我们未来点到这里面来 我们可能会有限定案例 像南亚里限定案例的一些 这个机制图 甚至有工法可能怎么施作 甚至像水宝局这边可能有相关的这个经验 我们可以把它纳进来 这时候我们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图形资料库 点进去就有很多工法可以参考 那不会像现在 现在目前相关技师都跟我们讲说 他看到很复杂的延波机制 他不知道怎么治理 所以他要抄以前人做过类似的报告 所以这样其实我们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工程师来讲 蛮糟糕的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归纳 那这是逆香波的 一样有分业里成里 有没有倒选 就是有没有透空 跟没有倒选的部分 那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 像这种低前脚 比较危险的 我们实验都有反映出来 结果他整个会减断 会产生大公共的崩华 像在这里面都可以反映出来 那一样会有 GSI跟 Risk在里面 可以做参考 那也可以对应到我们所谓的 基本的这种 治理技术 的层面里面 做这个对应 那这个是 斜胶坡 那斜胶坡过去 我们很少 绝大多数都觉得 他沿着这个胶现在滑倒 而且两个胶面 基本上我们都 假设说 他是一样角度 那这里我们有做不一样分类 包括面脚打开 面脚比较紧密 那高琴脚 低琴脚 做这样的一个归类 那最后可以跟 我们的这个 工程地址 做这个介接 机制做介接 那 也可以跟我们 食物的工法 做介接 那未来三年我们是要把这一块加到这里面 好 所以这个我们最后 因为时间差不多 最后就是 我们这边 林敏朗教授 其实我们是 都是林敏朗老师这边 我们同一个研究室带起来 那他这边就是有一个蛮好的结论 这边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其实我们刚看到 拟针的边坡的现象 现在的技术法 UAV可以做很细致 基本上已经慢慢这个梦想可以达成 但是延时内部的弱面 永远是未知数 所以我们这边在研发一些创新的这个 监测技术 可以了解 盐坡里面的这个状态 这目前我们还在努力 再来 如果是不合行盐坡很复杂 我们怎么把这样的机制把它加下来 除了盐坡单元之外 我们就要努力 所以这边 林老师以前我听到这个都很穿 因为当时我是他学生 他就是革命上会成功 同学仍需努力 那现在还好自己当老师之后 我的学生会比较简单 所以就一代传一代 那最后这个就是我施工在 加拿大洛基山脉所拍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盐坡的画面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照片里面 盐坡有多少 的潜在危机 我们不知道 怎么治理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团队做出这样的研发跟研究 那未来的相关的整治技术 这样的机制 可以做很好的评估跟效益的这个检讨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长